大海報寫著 我主張全民下架吳思懷 特戰男生吳一農 整回故人了 臉書一開頭就要 hashtag全民下架吳思懷 就是因為國民黨的不分區名單 又親中背景的退降吳思懷 綠營強烈表達不滿 讓吳思懷進到外交國防委員會呢 絕對是一個國安危機 因此我們在這裡一起的呼籲大家 呼籲國民黨要下架吳思懷 呼籲吳思懷 要求吳思懷退出不分區名單 有著專業軍事國防背景 We know易改好脾氣 態度強硬 跟邀請立委王定宇 范雲 鄧仁 加入下架吳思懷的行列 一起套口對外 他是一個我們最高的退休將領 居然去跟習近平拼訊 向中國的國歌行禮 這絕對不是國際民法 那這真的是一個 傷害背叛台灣利益的行為 事實上吳思懷名列為 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第四 以2016年國民黨政黨票 獲得328萬票來算 不分區立委席次拿下11席 這一次國民黨政黨票 只要少於159萬票 吳思懷肯定就得跟立法院say bye bye 民進黨只會扣紅帽子 只會無端地扣紅帽子 製造台灣內部無謂的對立 民進黨不扣紅帽子就不會選 這種選舉方式是不應該的 因為他是中華民國的將軍 他自然是效忠我們中華民國 我覺得這個東西必須要導正 就是不滿綠營 見縫插針 藍營急得跳腳 出面捍衛部分區名單的整一性 藍綠兩正營 護港對立 點燃燕硝火藥味 環宇新聞林志鵬 陳欣彥 宋俊映 李嘉瑜 台北報導